圣保罗 巴西人口最多的城市 200年的华人移民史 让巴西华人充分融入南美 在这方天地 人们要熟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还要枪械 机车 样样武装 必须学会在残酷的烈焰中锻造圣衣 这一集雷天长继续走进巴西圣保罗 穿梭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 感受华人在圣保罗的奔放与不羁 2009年 巴西对所有没有永居症的移民 出台了一次大赦 敏锐的华人掀起了一阵 来巴西圣保罗淘金的热潮 来自天南地北的华人 开始在25街聚集 如今的圣保罗25街 虽然没有中式牌楼和建筑 但却成了公认的唐人街 这里主要贩卖来自中国江浙的小商品 被称为巴西的义屋 你看这些手机壳的店 全是华人的店铺 酒机客在这边是比较发达的一个产品 然后我这边在这里 这个是我的半口 卖的贵吗 都是批发为主 我店里有六个工人 公司里有七个工人 这边就是他这个巴西店员 在这工作多久了呀 一年了 在这里怎么样工作的好不好呀 在巴西觉得胖好看还是瘦好看 巴西人喜欢什么样的手机壳 这种的很有味 这个比较这个艳丽 男员工啊 每天早上几点起床呀 以后赚了钱做想做什么呀 有 工资家 从这一带到左边 每一栋大楼都是价值几百万以上 几百万以上 对因为市场只有这么大 大家都想在这个商圈开店 租金交给商场管理者 差不多这样一个店面 要三万五到四万人民币 每一个月 只是租金的费用 但是还有就是说警察的保护费 一个月好几千块 还有给警察保护费 每一个店都要交给警察保护费 每一个店 厕所都有啊 厕所都要交就这个意思 连卖烤的都要交钱 连法街都是军警啊 一堆 垒洞里面是仓库 是违法的商品 没有发票 那警察可能随时就进去 把你门撬掉 把你货物搬掉 除非你交了把护费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使用权 三年你得交一次钱 就像转软费一样 所以中国人可能赚到钱 但是大部分都是交给了房工 辛辛苦苦一年到头 留在自己手头的钱 其实非常的费不少 他在这里就是做啪车服务的 这一代都是他管的 拉着手推车过来运货物 这边的人都是有纹身的 一个个很凶猛的样子 巴西的大街上 你会一眼能看到这边的穷人 他们会直接的 毫无顾忌的去翻垃圾箱 翻垃圾袋这样子 刚说完这边有好多拾荒者捡垃圾桶的 我感觉已经成常态了 没想到就被警察给骂了 那边真的警察怎能骂他们呢 这还有一个美女看车的 嗨 这个工作能赚多少钱一个月 除了这个工作还有别的工作吗 他现在工作挺舒服的 比较自由 比较自由 想工作缺钱的时候就工作一下 那么你将来赚了钱想干什么呀 你这些钱能买上房子吗 这些钱能买上房子 这些钱能买上房子 雷大长发现在路边还有这本书 估计是这边有很多需要忏悔的人 时不时自到这边来看一看 因为今天这位都是很多无业游民 希望耶稣基督能够保佑他们 巴西烧烤 对 5块钱一串 然后打一点饭 他们选择鸡串肉串 或者宣传 那就是一份传统的巴西工人吃的午饭了 工人吃的午饭 对 差不多10块钱到15块钱左右 巴西的酒鬼很多 一两块 到一小杯一两块钱 哇 今天酒都在这放着 来 我们吃一块菠萝 三块钱一瓶 以前是两块钱 现在应该涨价了 涨价 对 物价在涨 警察一来他们马上要跑 连推车都没收 你这边能卖多少菠萝一天 130 你卖了多少年了 9年了 9年了 要交保护费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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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选择愿意犯罪 但是他愿意付出他的劳动力 来养活他的家庭 巴西人可以很好也可以很坏 那这种人就是他不会有坏心思 在这个菜市场旁边这个警察 还配的是枪 雷探长在这最担心的就是我举着相机 会不会被抢 没有被抢过就没有真正来过巴西 这是在华人圈子里公认的真理 在圣保罗 时常会有华人遭遇抢劫的事情发生 就在雷探长到达这里的前一天 一名持枪犯伪装成外卖员在路边抢劫手机 被抢的男青年因为反抗被当场射杀 大家在哀悼的同时 心中的恐惧也进一步加深 警察不会管这些根本管不过来的罪恶 因为管起来警察也怕丢了小命 在这里 华人为了安全 只能选择雇佣警察当保镖 或者给自己配备装有防弹玻璃的汽车 最常见出现抢劫的就是这个路口 如果你拿着一袋货物在这里走 可能四五个强盗就把你挤到墙壁上 把你的货抢走 或者强制收你的身 一个人夹住你的脖子这样 这些路口是非常非常混乱的 他如果看到生面孔他会抢劫 可是这没有警察吗 警察跟强盗达成了一种默契 警察偶尔会巡逻巡过来 但这边是没有办法 一直是这样的状态 防弹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 因为我们可能回家的某一个路口 都是非常危险 这些车就抢劫 抢劫的对象之一 后面跟着这些保安 所以说出门都要把那个保安带着 那个楼叫走私大楼 是这边最早的一种大楼 现在连载长要带领大家走进 这个圣保楼的这个走私楼 我给大家说为什么我要这么拍 是因为我不能高调地拍 因为这边拍摄呢是有点提心调谈的 治安各种问题 10层 10层啊 他们是按一个一层一层的那个 猪精有豆腐都会不一样 下午就高 然后每一层每一层的价格都会散去 巴西国家因为它的正常烟的税收没有了 收很高的嘛正常香烟 但是电子烟进来之后 很多年轻人开始抽电子烟了 那就抛弃了传统的香烟 那国家税收及香烟的部分减少20% 所以打击非常力度非常大 一旦有检查就全部都没收 全部都没收 这都是中国做的 都是中国做的 这个是正版的美国的牌子 但是被中国仿造了 这是那种一次性的吧 一次性的 哦明白 这些电子烟的产品全部是来自深圳 全部来自深圳 巨大的利润条件 加上圣保罗本来就近乎于没有的治安 造成了25街必须有警察站岗 且混乱不堪 气压划伤的事件时有发生 华人遭抢劫 甚至遭抢匪枪杀的事件 也时刻警醒人们 就在雷探长拍摄离开后 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 席卷了25街这座华人堆放大量货物的10层楼房 旁边的三栋楼也未能倖免 政府缠弱的救火能力 让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 25街华人尽管惊天极地 但当地相关部门也没有对此次事件负责 身后有一个圣保罗非常著名的教堂 当地人都不会徒步过去 那边抢劫啊 吸毒者都特别多啊 逮着你就抢一项东西 说明还会伤害你啊 远处呢 大家看啊 有很多那些坐在地上的 其实都是吸毒者啊 躺在地上的呢 也不知道是死是活的啊 这些人估计也是被毒品所害 看到没有 马上去争议了 警察有他的黑话 他听得出他是警察的 我们给大家看他的警察证件 请问有什么东西啊 这是流浪汉 醒悟的 闹事儿 所以说刚才呢 我们这个保安啊 他是个警察啊 然后呢他警告我说呢 不要把这个相机拿出来 但是呢我呢 觉得呢 因为你要拍远一点嘛 他还要拿出来 刚一拿出来 这里面的人就不高兴了 就出来闹事儿了 雷大长给大家介绍啊 就是雷大长呢 雷大长呢 雷大长呢 顾的这个警察啊 他是专门来保护我的啊 然后呢他很资深啊 然后对这很了解 是 这里很难 有些人在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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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人在街上 很多人在街上 所以随时都在发生 我给大家说不是吓人啊 因为我稍微盯一下周围那些人 那些人就感觉要追过来一样 这挺吓人的 以前很多人经常说 安保街都是故弄玄虚啊 巴西是绝对是一个 治安地要混乱 有点混杂 三教九流的不好之地 圣保罗大教堂广场 从16世纪开始 就一直是天主教 盛大游行的出发点 是圣保罗的象征 而如今 这里长期被数以万计的流浪汉占领 这些流浪汉 大多是吸食快乐粉的成瘾者 我正准备向广场中央走去 突然 被一个吃颠的流浪汉挡住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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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现在你会购钱 现在你会购钱 一百万 一百万 今天你会购钱 你会购钱 我都要二百万 我都要钱 我不想购钱 我都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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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更是没有什么理由了 现在雷队长也不敢主动盯着他们的台 就是你看我身后右边台阶上坐的那个 那些人都是这边的物业游民 流乱汉 而且主要都是吸毒者 再看我身后的这边站了好多人 注意看这也都是一些吸毒的窝点 他们要问你要钱 也许你给的钱你觉得是好意 但也许他们就拿着钱去买毒品了 在教堂那中间还躺着一个人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石荒的 这周围全是帐篷 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美景 这个教堂倒是挺漂亮的 它是圣保罗主作教堂 两个很高的这么一个塔楼 就是哥特式的 但是它又有融入了这种罗马的感觉 就在两年前 这边有一个流浪汉就被一名吸毒者 把他给割喉了 并且把尸体就挂在了右边这个门这边 这件事情连警察都管不了 所以就成为了这边轰动一时的一个都市的杀人案件 这个门就是当时挂尸体的那个门 犯制过的大轮 现在的现场进入这个教堂里面来看一看 这个教堂是在1913年开始修建 直到1954年才竣工完成 作为庆祝圣保罗见识400周年的一个县礼 四面的墙壁上都是这个耶稣的门徒 十二门徒 以及很多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传说故事 做成这种玻璃画 殖民时代留下来的杰作 地下室呢还存放着这个印底庵的酋长灵鹫 这边呢用的是意大利的管风琴 还有很多流浪汉会选择在这地方睡觉 因为他们也反而也无价可归啊 静致华丽的教堂建筑和形形色色的流浪汉 在教堂广场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里没有想象中人头攒动的观光客 有的只是吸毒吸傻的行尸走肉 他们的变态行径常常让鲜血洒在这里 上帝没办法净化他们的灵魂 警察也不去防范他们可能犯下的罪行 造成了这里一半天堂一半地狱的景象 不要试图挑战强盗会不会开墙 是不是玩具墙 你不知道你在哪里有生命去防出行 杀人对他们来说就说惩罚太低了 就没有死刑他们可以肆无忌惮 万一坐牢他们也就做一段时间粗量 一般他们都是吸了毒的胆子比较大 出去作案 对华人来讲出入的话尽量保持低调 我建议是购买防弹车来保持自己出行 购买防弹车啊 防弹车夜间的尽量少出行 夜间尽量少出行 毕竟这里是一个没有夜生活的国家 2018年巴西11.75万人合法持枪 可到了2022年 这一数字激增到了67.38万人 这还不包括非法流通的武器和弹药 无序泛滥的枪支滋生着无数暴力 就连超市都能合法购买到枪支 这也许就是巴西成为世界上枪支死亡率最高的国家 华人想在这里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 除了买防弹车 还要锻炼自己会射击的能力 一旦遇到暴力犯罪行为 还会用枪支合法保卫自己的安全 此刻雷先生来到了巴西的圣保罗的一个射击俱乐部 你好 我叫你会长 我是这个会的执行会长 执行会长 我们还有一个会长 他去旅渊打比赛了 有好多枪 这边都是枪 都是真枪 满无数是火掉会儿 我现在有种在抓恐怖分子的感觉 听说您是现役警察 现在巴西治安怎么样 治安真的是很差 很差的 您是哪里人 我是台湾人 您在这里做了多久 我做了快20年了 20年了 为什么乱 有什么能总结一下 应该说是政府乱 我们习以为常 习以为常了 对 那么一般人来这边如果遇到抢劫怎么办 那么就是自求多福 自求多福 哎呀 这话都赢料给游客自己去考虑了 这边警察收入高吗 不高 四五千块的马饼 所以说我听说警察也会兼职做一些事情 有时候 有时候 被各种击中的吗 哎呦妈呀 好吓人 我这把枪是以色列产的 叫马萨达的手 这个枪有一个同文师兄 是非常有名气的 就是沙漠之鹰 这把枪是美国陆军的制式武器 这个枪售价多少 现在的比价的话 差不多是3万多一点点人民币 这是9毫米的科罗克 叫C19 这是世界上现在最常见的一款警用手枪 是允许有一把枪可以带在这里 所以说它就允许有一个有限的自卫权 包括家庭 包括车上 所以在这边选用枪的人必须是CAC 猎人 然后射击爱好者 和收藏家 这是一个三个单词的缩写 我们凡是有枪的人都是CAC 雷大长听说 在拼命库里面 虽然说有很多人也用这种重型的武力 但是呢 据说比这个枪还要猛 因为这个口径比较小 大家可以装 这里有显示 二四六八十十二发子弹 上台的话是越后面 弹簧越紧越难上 这种尖头弹 它有一定的穿透力 会造成在市区人多的地方射击 非常容易误伤 可能会直接穿出打到后面的人 所以这种尖头弹不适合防身 而在民间尤其是在路上使用的时候 反而是这种空心弹头很安全 空心弹头打在物体上面的时候 它是直接出现了一个爆破 穿透力和爆破力是合成了一种秘密 直接打在群体上 然后会造成大型的这种撕裂和创伤 所以几乎在一两颗子弹 打完之后就解决战斗了 现在有我们的雷探长 为你们表演一下他的射击技巧 然后我们一共给他准备了 四种不同长度的枪 然后看他哪一种枪 能把后面的这四个把全部打掉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现在我要试一试 射击的快感 它那个铁把就是我要打的这个把 哇天哪这个耳朵是正耳欲聋啊感觉 哈哈哈哈 天哪 换另外一把枪 拉的时候注意 手一定要放直 放直 对不能放在扳机上 什么时候瞄准 什么时候放在扳机上 这叫装弹 装弹 这个叫上膛 这叫上膛 上膛的时候一定是low起来之后 让它自己回去 而不是送回去 要不然的话子弹可能会卡住 漂亮 OK 第一把是防针枪 第二把是铁弓枪 第三把是均用枪 第三把是均用枪 均用枪啊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能一枪把这个干倒 是吧 好 漂亮 有赛极天分啊 哇 哇 大家看这是我最后一把枪啊 这个枪的很长啊 天呐 这个难度有点大啊 这个难度有点大啊 漂亮 哈哈 哈哈哈 啊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挺准的 这就算见证奇迹了 那就感谢我们设计协会师傅 师傅调教 真的打得不错 这是有天赋的人 这个探长不是白教的 说起巴西 很多人都不想到巴西烧烤 巴西烧烤到底正宗是什么样子 我们来到这家店看一看 削肉来了 它削下来之后我就拿这个夹子夹下来点 真的是干净又卫生 有这个牌子 绿色就是继续能上肉 红色就是不用再上了 原来肉都是这样子的 都是牛肉吗 都是牛肉 也有羊肉 这要烤多久 这一个 这块肉其实真的是挺有弹性的 他们一定是按摩过的 前面有几个警察 就是那两位 就是最勇猛的 因为他们有枪嘛 贝雷帽 贝雷帽 他的字幕是 ODA 是警察里面最喜欢的 雷店长品尝了美味的巴西烤肉 刚从后厨参观完后 我就看到了巡逻中核枪实弹的防暴警察 瞬间提醒着自己 现在我依旧身处这个武装到牙齿的国度 不知道明天和华人朋友约好的摩托车自驾 会不会出现危险的情况呢 嗨 大家好 我是冒险的雷店长 此刻我是在巴西的圣保罗 今天雷店长要跟随一支摩托车队 前往郊外的海滩 去感受一下周日巴西人的生活 这支摩托车队是由20辆华人摩托车手组成的 几个赛道级别的海滩道 这个是我的川崎Z1000 扇转400 这中国叫小牛 网红车 凯旋 林木 对 这个是凯旋的65 现在雷店长就要跟车队一起出发了 然后我们就要前往圣保罗的海边了 巴西作为南美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国 世界第五大摩托车市场 摩托车保有量甚至可能超越汽车 成为巴西经济增长的重要突破点 摩托车在这里拥有非常高的路权 在两条车道中间的位置 就是约定俗成为摩托车留的道路 在圣保罗有这样一个群体 他们都是做生意的华人 其中很多人普遍拥有多辆 价值昂贵的重型机车 在圣保罗郊外 充分利用这宽阔的马路 实现了驾驶摩托车 去完成在其他地方无法实现的速度 引擎 欢迎 谢谢 真的是非常感谢 这个巴西经济摩托车手 这边的华人非常的热情 而且呢 对这个祖国呢 都有这种倦定 所以说他们见了华人 就格拜的亲切了 昨天我在路边 我叫了一辆U部 我的车快到了 可能一分钟快到的时候 然后我拿着我的手机 然后就是有一个飞车贼 他从我身边划过很快的速度 把我的手机就这么抢走了 天呐 我明白了 你们在这肯定是每个月都要换个手机 一年要背三个手机是吧 对大部分的华人换手机 可能都是因为这个手机被抢 对然后被盗之类的 对 他是安全关 安全 安全 如果有人偷过来一个摩托车机 我去把你东西抢了 我就可以在后面追 然后就在后面追 就是压货就是这个原因 他可以骑得很快 但是他偏偏都骑得最慢 就是保护大家整个车的电后 开摩托车多久了呀 十来岁就开始开了 十来岁就开始开了 最快开多少呀 多少卖 没有会长快 会长有300的 300的 我们才骑到270280就不敢 这300的就是你了 你在看什么呀 这多少钱的这车呀 我想试换下一辆再看 这多少钱呢 各十百千 比如说这辆是新车 大概是十一万八笔 十一万八笔 差不多人民币在十五万左右 十万左右 在中国要买同一辆一辆车的话 你不仅是要等很久 而且落地可能要在二十到二十五万到三十万 哦 都说巴西产这个Poly 还真的产了一个Poly 这个so cute 哎呦喂 这个鹦鹦居然可以吗 很切 这个鹦鹦真是太乖了 居然他们养鹦鹦养的这么好 哇就这么拿下去了 哇 现在连探长来到这座海滨小城的沙滩 很多人在这边游泳晒太阳 一晒就是一天 他们在这个海边坐着主要是因为那个浪从那边过来了 一半身子都是在这个水里泡着 很多人觉得我举相机到海边是不是伤风败俗 但是这边的人就是想让你看 哎呦呦 这边又热情了 嗨 你们好啊 你从哪里 你从哪里 我从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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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他们还在开玩笑 然后这男的说他跟这男的一对 还有孩子 哎呦 哎呦 好 你从哪里 我从中国 中国 好啊 你从阿杰特里 不 在Colombia Colombia 是Colombia 中国的美国危险 看 看 好 他回来 嗨 嗨 我姐有抢劫吗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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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会晒黑吗 晒得越黑越好看是吗 那太好了 这边几个抽烟的就是等着我们去拍的 那我们看一下 请 嗨 你们都很好看 我的名字是Mr.Lake 你的绿帽子很好看 这是你的朋友吗 都很不错 你的牙很好看 他的牙很好看 对 他们牙真的很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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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岁就是抽烟 这个挺厉害的 啊 可以亲啊 有 有 那人在怂恿说让我们亲一下 真的戴绿帽子那个 什么 这位绿帽大哥 我没听错吧 虽然你左拥右抱 但是人家姑娘明显不情愿啊 难道说看我从中国远道而来 只是为了豪气 就替他们做主啦 所以说这边的人啊 就是很很热情是不是呢 就把他自己朋友 然后拿过来让你亲这样子 那些帽绿帽子给他戴上了 Cling Cling 1 2 3 这边真的很热情啊 偷走了两个稳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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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个被拿 后来还有一滴 他一滴最上了 掏枪了 太可怕了 他们妈这样子一边掏的枪 一边这样子想拉我 你知道吗 他把我拽出来 那就逼停了 停车了 然后他就可以抢我车了 这么多人在一起 都能抢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那我跟你说 如果你们自己来穿筋带银 你就别想回去了 一个人很危险 一个人很危险啊 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出去骑过车 是吧 至少三五个人 至少三五个人啊 这个太可怕了 一个人 一个人如果是骑一辆稍微好一点的摩托车 80%的机率更强 开车它有防弹 不怕 摩托车你等红绿灯一停下来 就很有可能冲出来的人会把你抢 甚至那些送外卖的 背个外卖的小包 然后后面那个坐着的人就掏枪出来 开始抢一下 过了这个桥 过了这个桥他们出来了 这里 就来啊 哦就是就这两人 对对对 他那个签就插在这里啊 像是人多的话 我们到出游的话 活动出大的话 还是带保安比较好 找保安多少钱 300了 那那是啥级别的 是警察级别的人 军警 军警啊 那他能有什么作用呀 这就是 他有 比如说刚刚那个情况 他可以直接把枪射上 直接把对方打死了 可以的 妈呀 谁呀 就这样 哎呦天呐 真的今天真的可以直接把对方打死吗 可以的 只要他有那个行为 他就警察就直接可以把他打死 警察没有权利 去审判一个人是否有罪 审判一个人是否有罪 那是上帝的责任 警察只负责送他去见上帝 没想到返回圣保罗的途中 却遭遇飞车抢劫 差一点就有生命危险 后果难以想象 这可不是剧本 这样的袭击每天都在巴西上演着 当你羡慕这些华人的生活同时 一定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吧 但是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活法 冷暖自知 别人在风光你指望不上 眼前再狼狈 生活还要继续 没人服你的时候要自己站直 没人帮你的时候要自己努力 相信自己 只要你足够勇敢 世界才属于你 在海外生存 吃苦和享受阳光 只是人们想象中的化学 我认为 只有对一个国家的认同 和对文化的融入 才是移民的前提 告别了巴西 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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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